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连老师竟然都作弊,日前高市府教育局举办过中小校长征选,有一名参加这场校长考试的老师竟然作弊,被监考读学当场抓到,因行为离谱,该科零分计算。 据苹果报道,该名考生用铅笔在铁齿上写小抄,因考试时不时拿出铁齿狂钉,怪异举动被监考读学当场带个阵着,因没有料到会有老师考校长时作弊,简章未规范作弊如何计分,但因行为离谱,最后该科零分计算。 教育局并要求该考生任教学校开考机委员会一处。 据苹果了解,该名作弊的教师担任国小主任,虽任职时间不长,但已当过教务、总务等许多主任职,发生此事我们也肥所思。 该校校长表示,该主任在学校表现良好,必是隔天该教师便主动告知这起作弊事件,解释为不小心带了违禁品,非故意作弊,对此行为很后悔。 校长认为,有错就要惩处,即使带违禁品也是违反规定,如何惩处则有考机会认定,强调没有转款空间,收假后会开会处理。 教育局主任秘书尤淑会表示,该教师非常不应该,也不可取。 以发文要求考机会议处,最终带过以上处分,而征选办法将会增加作弊条款。